最近江苏苏州的刘阿姨在给孙子喂橙子的时候 孩子手中的气球是突然爆炸 气球的碎片应声飞进了孩子的喉咙 险些送命 那么好端端的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 有人认为导致气球爆炸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刘阿姨手里的橙子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 乳胶气球遭遇柑橘类水果汁会秒炸 这到底是耸人听闻还是确有其事呢 记者从市场上分别购买了橙子和气球 首先我们把橙子剥开以后 将橙皮向内折叠 对着气球用力挤压 来看看橙汁接触气球后会有什么变化 真的爆炸了 通过高速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 当橙汁滴到气球表面几秒后 气球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瞬间爆裂 由此可见 橙子能引爆气球的传言是真的 对此专家表示 柑橘类水果的表皮一般都不光滑 坑洼的外皮上密布着许多小疙瘩 而这些疙瘩中藏着 如柠檬酸和芳香氯类化合物 这些成分就能引爆气球 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别让孩子边吃柑橘类水果 边满气球了 这些疙瘩中藏着水果的语物 如果还能引爆气球 就能引爆气球了